主席购委员 我代表都市改革组织 其实最后也是社会住宅这种活动 这就是在国家中间 第一件事情我们还是必须要强调说 台北市政府用公共的土地 来优先提供社府跟社会住宅这个部分上 我们觉得在台北市目前这种高龄化 特别是住宅问题非常严重的部分 我们觉得这是个对的政策方向 大方向是对的 而且事实上这个政策我们的理解 也不只在这里发生 像之前的安康或台北市在松山在万华 一样都是推动用市有土地在做这个政策 我想这个部分也许先理 其实大概也不是只 只只针对信义区这个地方社区的居民 好 可在这个前提下 在这个支持的前提下 我们当然还是要谈说 是不是就要牺牲在地的一些 环境的品质的部分作为代价 我们觉得这两件事情 未必是一定是不能够并存的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我觉得今天我们听起来的辩论 大概主要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我坦白讲就是说 我不要社会住宅 他觉得社会住宅是一个零币设施 社会住宅会造成它的房价下跌 或社会住宅都会住穷人 我觉得这个部分上社会发展局有必义乌要讲清楚 现在台北市供应住宅政策不会造成贫民窟 他们在规划设计上他们在住宅的成员上都有做了规划 也不会像有人讲说百分之九是有钱人 我想台北市政府倒还不至于让有钱人住到我们的公寅住宅 我觉得这个部分上社会局应该来辩论讲清楚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上是可以谈的 可是第二个层次我觉得很清楚 刚才是开发量的冲击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可以公开来谈 就是说的确我觉得居民的质疑是说 在上一次九十五年次都计划的时候 那时候市政府告诉他们说 因为有些环境冲击 所以我把一个部分降到两百一 可这一次过了几年什么事情都没有改变 市政府又告诉他们说 其实弄到四百也可以 我大概觉得这个部分上居民会有疑虑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上市政府应该被谈清楚 那包括刚刚各种谈的从景观量体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上现在的说明大概我觉得某个程度还不足 那另外我提一个建议说 是不是有一种考量是在于一个折衷的方案 就是说刚刚有人提过说 未来还需不需要那么大量的商业区 因为过去做那么大的商业区是因为博德要做BOT 有没有可能说干脆就把商业区的量吃掉一些 也来做住宅 所以我们最后造成是总的开发量跟原来没有什么成长 只是说我把我挪了原来一部分 所以我们要做商业量来做公营住宅 所以达到最后达到的部分是我们公园没有变小 市政府要做公营住宅政策也可以做 社服设施也可以做 那本来的开发量也没有变成四百 然后对居民大家讲的这个冲击的部分 大家也觉得没有影响这么大 我觉得这个方案上其实大家可以思考 那最后一点是我要谈来是说 这个案子我另外一个建议是说 整个计划把基地看成是一个单一的 我觉得实际上没有回应说 有没有可能透过这个市政府这么大的公共投资 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 不然好像感觉只有市政府自己的地在做出这计划 我简单说明到这 谢谢 我们下面请大理办公室的理长蔡贵清 addicted把它亲自尝证 吃起来 芦 谢谢大家